能否成功就看这一把啦 一克 兄弟们今天咱再度挑战日本的超大布丁 两种口味都做出来是3.8公斤 但分开做吧太没挑战了也不是我性格 今天咱就挑战完合二为一 做一个1.9公斤的超大双色布丁做法 虽然简单就是倒入牛奶 小火炖煮的同时倒入布丁粉 但这个难就难在于对于火候的掌握 以及凝固时机的预测 不要干冒泡了 我跟你们说就这层奶皮老香了真的 太好吃了 我们先把巧克力口味的倒入模具 之后如法泡制草莓口味的 该说无说这颜色是真漂亮啊 粉嫩粉嫩的 等巧克力的凝固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草莓的给它盖上去 盖上盖 放入冰箱静置10小时 到点了兄弟们 超大的双色布丁能否成功就看这一把啦 有没有漂亮的分界线 分界线分的也太开了 上面的大胖小子直接给下面的压狂了 按你胃淋上酱汁 我们浅尝一口 干嘛要跟他做样子呢 水塘尿布的呢 这不双拼吗 双拼没拼上呢 分开了吗 怎么了 主要是他俩融点不一样 刚开始就不可能结合在一行的 看过两天我怎么给他结合的 都弄脑 拿勺去